未来战场瞬息万变 在稍纵即逝的战机面前 谁能在最短时间内更有效的必敌有生力量 胜利的天平就会倾向哪一方 因此 追求精确打击 就成了武器弹药研发者滋滋以求的目标 激光标记 子弹长眼会拐弯 试想一下 在战场上 如果你躲在坚持的墙壁背后 对手的子弹却能绕着弯绕到并击中你 是不是有点不狠而栗的感觉 美国洛克西德马丁公司 研制出一款会拐弯的激光制导子弹 其最大的特点 就是让子弹长了眼 使用这款子弹的击击手在射击前 只需持续用激光照射标记目标即可 激发后制导子弹 会自动跟踪目标直至命中 其最远射程可达5000米 这种激光制导子弹 因为内部结构较复杂 所以比普通子弹长 约10 16厘米 弹体前端有光学感应器 可用来搜索 追踪标记目标的激光制导点 子弹内部有大脑中枢处理器 可为其计算飞行路径 类似于其的精巧弹尾 可通过不断旋转调控子弹飞行方向 这样一来 锁定 拐弯 命中 就能一气呵成 卫星制导 炮弹能够改弹道 通常 炮弹发射出弹后 会按固定轨迹飞行 落点也大致是有远极近纵向排列 但是现在 已经有一些炮弹 不走寻常路线 而是怎么管用怎么飞 美军的M982型神舰卫星制导炮弹 就是其中之一 这型由美国雷神公司研制的炮弹 采用GPS和怪性制导方式 射程为40千米左右 命中误差小于10米 其精准度直逼一些精确制导导弹 因为它采用的是折叠滑翔技术 所以能随时调整弹道 当炮弹到达目标上方时 可以立即转而向下 发动垂直打击 它的引爆方式 也与传统炮弹不同 传统炮弹一般采用撞击引爆方式 神舰卫星制导炮弹 则采用编程引气技术 可以选择在空中引爆 提高杀伤力和破坏效应 不过 这型炮弹价格不菲 一发就需要七八万美元 碳纤维外壳 炸弹破坏力可控 如果说破坏力可调控 正在成为炸弹发展的一个方向 你相信吗 当前 美国空军正在生产的高精度 BLU129炸弹 不仅可根据威胁程度调整 炸药装炸量 还应使用碳纤维弹头弹壳 可有效减少附带伤害 据称 在攻击机飞行过程中 该型炸弹具有飞行选择能力 可在空中对作战目标动态进行判断 提高弹头本身的精度 还能够利用可变当量效应 调整爆炸威力大小 因为弹头弹壳的制造 使用了碳纤维复合材料 与普通炸弹相比 该型高精度炸弹威力增强了五倍 精度提高了二倍以上 潘气发动机火箭动力公司 对这种炸弹的基本原理做出的说明是 当碳纤维复合材料外壳 在爆炸时会解体蒸发 而不是破碎 这就增加了对其周边物体的爆炸冲击力 同时最大限度的减少了伤害破片扩散 从而使杀伤半径可控 使双中降超董燕军 新华社喀布尔3月3日电 记者曾德陆陈欣 阿富汗政府军3日发表声明说 军方当天对砍大哈省南部的塔利班武装分子 扛身处发动空袭 打死八名武装分子 声明说 死者中包括塔利班指挥官 毛拉纳提布拉 空袭还造成一名塔利班指挥官 在内的九名武装分子受伤 塔利班方面尚未就此予以回应 近期 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分子 频繁制造袭击 3月1日 该组织武装分子 对南部赫尔曼德省一军事基地发动袭击 这政府军死伤严重 原标题 热血霸王花 在祖国的钢铁长城里 有一支神秘的女兵队 海陆空中能战斗 我是其中一位 仅从我骄傲的三七女兵队对歌中 就足以使人联想起海军陆战队 某旅三七霸王花们的忠诚与热血 她们是共和国最坚强 最英武的姑娘 上等兵吴丽梅 是跟着副队长刘新玄的脚步 来到女兵队的 那时 刘新玄在新训基地当连长 在新兵园 吴丽梅听了太多关于陆战队和女兵队的热血故事 却怎么也没想到 这位身材高挑 满身英气的军官说起吃蜘蛛 喝舌血 脸被晒糊 累到虚脱的经历时 竟还面愣微笑 不止一次 他按下决心 一定要去这个层或全国翻搭红旗集体的工薰联队 试一试自己的金两 为此 他谢绝了新训班长领他上舰当水兵的美意 据夏凉还有一步之遥时 吴丽梅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 一次闲聊 他被战友的一句玩笑给唬住了 以为只有参加金武标兵考核 并取得好名次 才能坐上开网络战队的军舰 发着低烧的他 决定拼死一搏 月日下 他咬牙完成了武装越野 手榴弹投掷 步枪实弹射击等连贯考核课幕后 昏倒在终点线上 连长 我能去陆战队吗 醒来后 吴丽梅带着养戏照眼巴巴 望着刘新玄 只此一问 让围在病床前的一圈人眼泪绝滴 成见抵达陆战队某旅所在地港口时 他兴奋地在甲板上跳了起来 那一刻 聚目的地还有数小时车程 望着新河般灿烂的十里军港 他深信马上抵达的 是个能让他充分燃烧生命能量的地方 入队档外 吴丽梅枕着背囊和衣而睡 刚打个盾就被哨声清醒 第二天一大早 他收到的迎新礼物 就是三公里武装越野 手榴弹石头 穿越泥潭 三十五公里拉练 不到四个月 外形甜美的他练成了金刚巴比 用力一弩 腹部立刻呈现一个穿字 一度 三百米痛用障碍 走住了他突进的势头 但他看准了的事情 不完成一次飞跃是绝不罢休的 障碍场上 如何加速 何时发力 两个障碍物之间部数多少 都是他一遍遍刻出来的 不光是刻断了门牙 还直言身上零件不够用 去医务室针灸 卫生员都嫌他太费针了 两次破了自己保持的记录后 站在障碍场前 他腰杆挺得笔直 当兵第二年 还是那个障碍场 无力没在高板力闭时 右臂再次脱臼 后退一步 用左手扳住 咬牙回旋了一下 快速转一下肩关节 他又生生的给接了回去 他想不起是哪次剧烈撞击 造成了这一狼狈样 反正病根就此落下 至际的投手榴弹 爬高墙 上高板 出身坑 都曾有过脱臼经历 有两次是军医踹着割枝窝 才帮他搬回原位的 酒并成凉衣 对于复卫 他已经颇为熟练了 娇柔的像小家碧玉 是尚不得战场的 是这群女特种兵的共识 他们比谁都懂得 那一身灿烂风采 永远建立在无数的汗水和泪水之上 活泼开朗的猎兵王亚南 深信爸爸给他贴的标签 是个能吃苦的人 游泳是海军官兵必备的基本功 在那并不算太大的泳池 当初他的内心充满绝望 因为前一阵苦练干 双杠 满手的水泡经过持续的破皮 浸泡 指纹已解不开手机指纹锁 最可气的是下水第五天 永远管理人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玉 小姑娘家家的这么能喝 一周学不会 要你们浇水费 全副武装攀爬水管时 他们一个个像庇护一样附在墙体上 恐高的王亚南 更是恨不得用牙扰砖缝 陆战等级考核前一天 他不慎从墙体上摔下 当时没觉得什么 可下午起床时 脚肿得连军靴都穿不上了 蒙古族班长苏龙高王让他气口 当着半个中队的面 他咬然坚持着 跑不动